华联市长魏佳贤预计下周率领市政团队 前往日本圣钢市进行交流访问 而行前拜会一手推动圣钢山车 多次来华联举行大游行的 前华联县观光协会理事长谢立德 听取他的意见 并感谢多年来对于圣钢市的深厚情谊 转正谢理事长赠送给圣钢市长 议长以及民间友人的纪念品 希望未来两地友好情谊能够永续长存 持续在观光文化以及农业等面向继续来合作 魏市长表示 2019年花莲市与日本沿首县圣钢市 缔结友好城市之后 因为疫情的关系中断两地的交流 如今疫情趋缓 圣钢市长古藤玉明 特别邀请花莲市前往参观 成绩公园的纪念碑 也将受邀请参加9月14日 圣钢山车秋季庆典 那好不容易在相关的疫情 有稍微解封的部分 那圣钢市也特别邀请 那花莲市能够过去去参与 它的纪念碑的一个仪式 那我们要过去圣钢之前 也特别来谢谢谢社长 也了解到谢社长对于圣钢的一些情谊 那我们也转正谢社长 转送给我们市长 还有一些议长跟民间友人 圣钢的民间友人的一些物品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情谊可以永续发展下去 那这一次去也是要跟圣钢市 仔细地探讨未来有一些文化艺术 还有一些教育 跟各方各面的一些合作的方向 那也希望理定给下一任的市长 有更明确的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方向 花莲县观光协会前理事长谢丽德表示 2002年当时时任花莲美轮饭店 董事长王正明的引荐之下 花莲与圣钢市迁旗友谊的桥梁 至此拥有300多年传统文化的 日本圣钢山车 前后共识四次来到花莲 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 每一次都吸引大批民众热情参与 那我们学习也看到了 这个日本 他们对传统文化 习俗的保留 还有一个舞蹈艺术方面 我都令人赞赏 那来往本来就不容易 因为两地隔了很远的地方 但是这种情谊的延续又是更重要 那希望在我担任光学会的时候 和圣钢市有建立那么好的关系 在以后我和魏市长卸任之后 这种感情还能够继续延续下来 魏市长说此行要和圣钢市讨论未来 两地文化艺术教育观光农业各方面的合作方向 让下一任市长有更明确的国际交流计划 魏佳贤特别感谢过去在花莲推动圣钢山车文化交流的友人 未来无论位置在哪里 都会全力支持花莲与圣钢市的城市交流 让国际认识花莲的美好 记者凌桀花莲市采访报道